好 再来看到这个国营事业啊 这个中华邮政 现在居然有人发现了 这简直是血汗邮局怎么回事 原来这历来规模最大的劳检结果出炉 这2591家的企业被查获违法 占整体的劳检企业的三成 而其中呢违法最严重的 前三大企业依序是 跨国餐饮业者肯德基啊 麦当劳以及中华邮政 而其中呢这个肯德基还有麦当劳 还有以及邮局呢 都有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马上把时间招给记者 好 主播国营事业中华邮政 竟然被爆出是血汗邮局 历年来规模最大的劳检结果出炉 2591家的企业被查获违法 其中最严重的三大企业 分别是两间素食业者 分别他们是以国定假日 没有出勤给公司为主 另外像是中华邮政呢 则是非常的夸张 以资方不提出出勤记录 和没有依法给加班费最多 另外也被发现 有员工从早上7点一直上班到晚上10点多 严重超时 其中有员工就说 有些邮局的信件量比较多 邮差从凌晨2点3点就已经到邮局去准备排信 老手一天工作时间长达10个小时 而新手呢则是有些非常夸张 要上班长达16到17个小时 还不能领加班费 不过对此中华邮政公司就表示 投递工作是采取责任制 动作比较慢的人也许到晚上都会送不完 不过现在既然劳工单位不同意邮局的作业方式 将会重新订定比较宽松的工作量 并且给余时人员加班费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进行主播 好不是铁饭碗人人称献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吗 怎么现在呢居然被查到邮政人员呢 其实他们呢可以说